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会生活种菜 现在已经是7月中旬了 我想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家后院现在种菜的情况 其实我们家后院的地并不大 除了现在种了这些蔬菜之外 还有很多的草地可以供娱乐使用 只是很多人可能低估了蔬菜的产量 就举个例子来说 单单一颗西红柿 一个夏天也就两个多月的时间 就能够收大概200多个小的西红柿 像茄子辣椒都单单一颗 就收几十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其实种菜不需要太多的地方 只需要在前期稍微用点精力 然后平时多照顾一下 那么你一定可以收获很多的 我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 欢迎扫二维码 进入我们温哥华的种菜群 这边开始看呢 这一边能大家能看到的地方 全部都是豆角 那下面呢是矮豆角 上面呢是爬藤的豆角 那这些矮豆角呢 也是我们也是特别喜欢的 因为它呢 可以不停地产生侧枝 然后侧枝上面就能接豆角 并不是说它矮 它小 然后所以它接的就少 不是那样的啊 它这些看这些爬藤的嘛 接的产量和这一颗矮的 其实也差不多了 所以呢 而且这个矮的还能 不用搭爬藤架 比较省空间 就是把能用上的空间都用上了 这全是豆角 然后这个豆角的 其实它已经开始接了 这个矮豆角 看这边 这片地呢 之前以前是种的是大蒜 所以呢 已经是在同一片地里面 种的是第二拨蔬菜了 所以充分利用 所有限的这些土地 然后后边的呢 这个是玉米 那这个玉米呢 也正常开始接了 这边呢都是黄瓜 这一面 篱笆上面种的都是黄瓜 那这个黄瓜呢 产量也非常高 我都已经收了很多了 你可以看到 它几乎是每一截 上面都有一个 饼花带刺的 这个黄瓜的 这个是长的 然后这边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 这是小的 小黄瓜 也是几乎就是一截一瓜的 所以呢 黄瓜基本上 到现在这个季节 都是吃不完的 然后这边呢 是三颗佛手瓜 那今年的佛手瓜呢 其实也是种的非常非常佛系的 我们呢 是去年留了很多佛手瓜 然后在五月份的时候 把刚好发芽的佛手瓜 直接埋在了这个地里的 所以前期并没有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那些之前快发芽 那些佛手瓜呢 都吃掉了 然后把刚刚五月份发芽的佛手瓜 埋在地里面 这样长出来的 那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修剪的话 把底下那些小的侧枝呢 那个侧芽呢 都剪掉了之后呢 基本上就一根主干 它长到上面之后呢 会分出来很多的那个侧蔓的 所以现在这一两个星期 这个佛手瓜生长非常的迅速 这边呢 就是茄子 那这些茄子呢 种了很多颗 然后茄子产量是非常高的 那到夏天呢 茄子温度适宜的时候 它是生长也是飞快的 然后你看比如说这个茄子 它实际上是一个门茄 门茄都已经结了这么长了 其实门茄呢 大家也不用纠结 到底留还是不留啊 如果是我的话呢 就留下 然后呢 但是呢 像它那些多余的叶片和侧枝 该修剪的 还是要修剪的 保持一个很好的树形 产量都是不低的 那这边呢 有一些辣椒 那这个辣椒呢 是薄皮不辣的辣椒 非常的好 看这一小颗就挂了这么多 然后上面所有开这些白花呢 都会变成小辣椒 然后后面呢 还有豆角 这边呢 也全都是豆角 然后这边还有爬藤的豆角 各个品种呢 都有 看这些 所有开的红花的这些 以后也都会变成豆角 所以底下是矮的 这边是爬藤的 那这边呢 都是西红柿 这一大串呢 这都是大的西红柿 然后呢 然后这边是小的西红柿 这一片地里呢 之前种的都是土豆 就像中间那个土豆 然后土豆呢 收了很多了之后呢 还剩一些 放在那里 没有来得及挖 然后呢 是种的是矮生的豆角 这些西红柿 后边的那个架子上面呢 种的都是毛瓜 可以看到有小的这个 这个瓷花 这边也是开了很多 瓷花 这个毛瓜的产量 也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边这个开白花的呢 这边是护瓜 这个护瓜呢 这边已经有开始接的了 看到这边有一个大的 已经接的挺大的了 然后呢 这边还有各种西红柿 有大品种的 还有小品种的 那这个呢 其实已经开始变红了 这边还有很多西红柿呢 一收也是一大批的 这边呢 地里都是小冬瓜 现在目前看起来 生长也是挺正常的 这边呢 还种了一些小香瓜 这边呢 同样都是豆角 今年种菜比较佛系 这些呢 都没有在暖棚里面 时间太长 然后你看我们室外 也是没有暖棚的 所以呢 可以看到这些进度呢 就适合那些 在同样在温哥华的懒人种菜 所以可以看到在温哥华 这样的天气同样 也是可以种很多东西的 那这边呢 是韭菜 这边还是豆角 这边是西葫芦 然后你看啊 可以看到这个西葫芦 这个球已经非常的大了 这个球每天都在变大 非常的可爱 感觉就是要爆炸的感觉 中间这片地里面呢 和去年一样的 种的全部都是辣椒 那这个辣椒呢 虽然很小 但是已经接了很多了 时不时的就可以出来 采收几个辣椒吃 可以看到 看这样 一坨一坨的 想吃的时候呢 就到后院摘几个 可以种很多品种 那我呢 自己种的都是 我自己比较心仪的品种 那种薄皮 微辣 或者是不辣的那种辣椒 可以走近了 看一下这一小颗的辣椒 辣椒产量能有多高啊 看就这么矮的一颗 看看它这个辣椒挂了多少 然后这一边这一颗也是这么矮 除了这些白花 马上要变成辣椒之外 它下边的产量 看一看 这么诱人呢 这些荷兰豆呢 现在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所以呢 准备留几个收几个种子 荷兰豆的旁边呢 后边那些架子上面 同样也都是豆角 那前面呢 种的都是西红柿 都是小品种的西红柿 也是结了不少了 我们也是经过了修剪 所以让它呢 可以长得很高 这边呢 种的是猪耳的豆角 因为这种豆角呢 它是洗高温的 所以呢 现在还没有像其他豆角那样的接 但是呢 它也同样开了很多花了 所以说胜利在望了 那这一边呢 这个是芦笋 它就是会从地里冒出来很多 然后呢 每年都会冒出来更多的这种芦笋 然后长出的 长出来越来越多 然后这边地上全部都是西葫芦 因为西葫芦实在太简单了 所以呢 而且呢 一长一大串 然后每一个 每一颗都能接很多 既耐低温 也耐高温 所以呢 西葫芦是每年必种的蔬菜之一了 看这边 一截一截的 每一截都一个西葫芦 然后呢 其实可种的地并不多了 所以呢 把这些大花盆都种的是红薯 其实呢 除了大家看到的 这些红薯之外呢 还有好多盆的红薯 那因为红薯呢 在秋天采收完了之后呢 是可以放过冬的 可以放很久的 所以呢 种了这些红薯呢 慢慢吃 然后这边呢 是芋头 那这个芋头呢 现在也是生长不错的 为什么呢 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小芋头的 这个叶子已经出来了 说明它底下开始长出紫芋出来了 所以呢 芋头 这个一定要需要一个 比较大的花盆啊 这样的话 这个下面才会接的更多 好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七月份 在温哥华的 种菜的情况 感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